晚上 春蘭街台式晚間新聞 51如 高雄台88線快速道路 發生了驚險的追撞事故 有一部連結車要下交流道 途中變換車道與自小客車發生碰撞 小客車失控偏移 再遭到後方的大車追撞 翻轉了兩圈半才停下來 車頭嚴重毀損 還好駕駛只有受到輕傷 連結車要下交流道 下一秒白色自小客車突然撞上 猛力極撞整台車騰功彈氣 失控打橫來不及止住 後方令台連結車又來追撞車尾 白色自小客車慘遭兩台大車夾擊 整台失控翻轉還解體 轉了兩圈半才停住 警銷貨報到場 沿路都是掉落的零件 白車撞到半毀 駕駛第一時間下車不斷打電話聯絡 臉上雨季有存 追撞車禍發生在台88西向2.9公里 24號上午流行男子駕駛連結車 準備變換車道 要下交流道後方白車彭信駕駛 擦裝到連結車左側車尾 隨後另一台連結車閃避不及 衝撞上去釀成三車追撞 自小客車駕駛人彭南 因臉部及首部輕微擦傷 尚無大礙 經送醫院救治三方駕駛人均無酒駕情形 後續交由交換分隊車會處置 自小客車不敵大車撞毀嚴重 幸好駕駛僅受輕傷 車禍造勢有待釐清 這一狀也造成車流毀堵 經過50分鐘才排除 藉由陳明俊裝機為高雄報導